字幕臨永不 mejor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做哪里 球場低牌 耶 又回到了我們往日的活力 鎮蕾這周非常的忙碌啊 還好 因為這禮拜就打兩場 剛好都被你肚丟啊 也沒有啦 我只有一場而已啊 兩場吧 一場啦 兩場啊 一場啦 另外一場是誰 禮拜三是王信凱 是信凱 禮拜三球兵是信凱 禮拜六的時候呢 剛好工程師跟勇士的封關戰 剛好是你撥到了 沒錯沒錯 那我們在這週呢會回顧兩場比賽 那這兩場比賽呢 除了回顧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準備一些跟本季收尾有關的話題 然後跟觀眾朋友來討論 同時呢也準備要迎接接下來的 下一個系列賽的開始了 好那首先呢跟觀眾朋友聽眾朋友 來報告的是最新的賽程的狀況 在5月27號5月18號的是表弟 目前如果場地是OK了 但是所有的球員呢 必須要湊足出散的人數 健康獨立的狀況 八個人 對對對至少八個人 本土或者全本土也可以 兩隊同一就可以 或者是有本土加洋將 反正就只要八個人就對了 那目前看起來呢 是5月27號打一場比賽 好則是由領航員要來面對 夢想家 好那禮拜六的時候呢 會有兩場比賽 領航員持續來面對鋼鐵人 那另外夢想家呢 在新莊面對主場球隊 國王隊 還有三場的比賽呢 會結束整個的力量賽賽賽事 好那相關的這個 進擊的狀況呢 我們稍後呢 跟國王啊 跟勇士啊 跟工程師的比賽 打完之後 我們再來一起來 跟大家回顧 首先看到的是 賽事編號 第90場比賽 台北富邦勇士 對上新北國王 這樣比賽呢 也是先前的補賽 延到了禮拜三來打 不過這樣比賽 其實還滿多的觀眾進場 台北富邦勇士在主場 103比98 贏下了這樣比賽 擊敗了新北國王 這對兩隊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比賽 特別是對勇士隊其實是有不能輸的壓力 對因為這場比賽 就是其實剛講到球迷這件事 我覺得隨著賽季 越來越到最後半段 其實球迷也越來越專業 因為這場比賽其實在開打之前 其實球迷就一直在算 大家的對戰組合 誰能輸誰不能輸 然後勇士必須要這一勝 那國王不能輸這一場比賽等等的 所以其實進場的人數 那包括整場比賽 從一開始來講 整個氣氛就是非常的high 所以也回應到剛剛主播講 就是這是一場禮拜三的補賽 那但是球迷進場也是蠻踴躍的 其實勇士在和賓館好像都有基本盤 因為不管進擊打 現在看起來好像在人數上面 他一定會有 這個至少在第一層其實都可以做滿 那第二層的話其實就要看你對戰組 基本上側邊也都會 基本上都會滿 大概五層六層滿 因為對國王隊其實是票房保證 確實打得很精彩 國王隊這樣比賽不能出的壓力呢 是因為國王隊如果一輸的話 這樣比賽基本上大概就確定是例行賽第四 因為他這跟前面球隊的勝場數就不夠了 因為這樣比賽打完之後呢 國王隊也就只剩下最後的一場比賽 所以其實這樣比賽對國王隊很重要 一開始呢 國王隊在開賽跟勇士其實就呈現 四節拉鋸的狀況 在第一節呢 勇士落後兩分 但第二節開始勇士把分數就壓了過去 三四節其實一直不斷的拉鋸 那這樣比賽其實令我這個印象蠻深刻的是 國王隊在這樣比賽其實用了很多的年輕球員 好沒有Q 有湯瑪士跟李金斯雙洋將 但是除了這兩個洋將之外 看起來高度其實是個硬張 嗯 尤其是我覺得四號位啦 因為其實富邦勇士這邊 他的四號位 當然曾文鼎這場比賽表現比較好 雖然帳面上只得8分 不過從這場比賽的內容來看 基本上很多球都是從他這邊來做發動 他基本上可以說是攻擊的整個中蘇者 還有他的發動者 講到身高這一塊來講 尤其是在第一節後面來講 他馬是一下去休息 其實我們就看到國王隊的平均身高 其實是矮了一階 像小力要打到四號去頂 去守到底個 然後阿米要守到五號去頂賽瑟夫 所以基本上就跟他那個身高平均是矮了一階 而且這一段期間勇士非常的狠 他就讓Z一直在單打 在籃下單打阿米 賽瑟夫在這場比賽他單截得了10分 全部都是打阿米 劍一次打一次 對劍一次打一次 而且勇士還蠻狠的 就是他們這一集的區域防守 三二的區域防守 因為那時候國王的球 在場上的球員都是 基本上都是三分射手 那勇士派出的三二區域防守 是放他們三個最高的 都在上面 阿米 賽瑟夫 Singleton 然後去守國王的那個 射手群們 讓國王其實沒有什麼空檔可以出手 也因此他的命中率非常的低 然後也造成很高 其實國王隊在降級三分線的命中率 其實算是不錯阿 整體投籃機有百分之四十的命中率 其實算是準 投得進去 十五顆耶 十五顆 三十七頭十五中 這個三十分線中率百分之四十點五 可是我覺得剛才呼應到 Tony講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看到 在攻擊上面他有一隻用賽瑟夫 一直用小撲去打楊靜民 可是防守上 他其實是用曾文鼎 在守楊靜民 對 第一線先用高度 還有他的臂展去壓制楊靜民 所以楊靜民呢 可能切過去 所以就不讓你投啦 你切過去之後 他後面還有第二線第三線的補防 其實這個 你看阿敏打到第三節 其實是感覺他的體能消耗蠻累的 而且其實上半場就是 是賽瑟夫在打阿敏 下半場 因為曾文鼎變成了攻擊的主軸 因為後來賽後訪問 其實林書瑋也有講到 因為這場比賽 在新北廣的高度比較不夠 所以很多的戰術呢 都是從 曾文鼎來做發動的 那所以呢 下半場看到很多球 曾文鼎在第一位單打要球的時候 都是楊靜民在防守 所以楊靜民這樣比賽也是打得非常辛苦 曾文鼎得到8分 7助攻 8籃板 887 還有4次的火鍋 對而且曾文鼎在面對對位 楊靜民之後有一球 剛好這個楊靜民想敲 沒有敲掉之後 門戶大開 一個短身 扣籃 單臂扣籃 輕鬆 曾文鼎最近球季越到後面 他越來越有活力耶 一直在扣籃耶 連賽前熱身都扣了 而且大家覺得曾文鼎的這個體能狀態 好像是這幾年看到最好的一次耶 林書瑋 終於也是康復出賽 對 那因為林書瑋上次出賽是 4月17號對鋼鐵人 然後之後就確診吧 然後一直休休休休休息到 這場比賽才再次復出 但是也不可諱言 就是林書瑋其實對富邦勇士 整個球隊來講還是非常重要 太重要 因為在第四節連續兩個三分球 然後全場拿到19分 重點是他在後場 能夠當一個持球跟攻擊的發動者 所以他的復出其實對勇士來講還是非常重要 而且林書瑋不是有一球 他就是切入然後一個背後運球 有雞丁跳投還用右手投籃 因為時間快不夠了 他踩彈 而且基本上他右手都是拋投 結果他是用右手投籃 而且那球做的那個動作順向 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他感覺像是個右撇子 對 所以後來他其實之前有講過 但後來我賽後我就跟他本人確認過 就是他確實他說他平常他是兩隻手 都可以並行同時使用 所以我覺得他右手跟左手搞不好 無聊說可以我洗手要抓 洗手要抓 那無聊說 周伯通是不是左右互搏 因為本來他左手跟右手其實是一樣 所以可以獨立運作 他們的觀光IG他有被訪問 他有說我吃飯寫字 細節的東西他就用右手 他都可以啦 對對對 好那另外呢 要恭喜我們第一排之友 觀眾哪愛看 還有觀眾哪愛聽的 林立人小莉 第一個兩分球 第一個兩分球以外 求婚成功 求婚成功啦 第一個兩分球對他來講 已經不是追求的目標了 所以可能因為就是 就是 剛好娶老婆前 哇最近手感很熱 這場比賽打得很high 打得很high 這場的時間其實並沒有說真的非常長 他打的時間也不過才 不到 10分鐘 18分鐘 將近19分鐘 得了14分 9投4中 而且 確實效率很高 打到他這個 一次季節 對打到整個 都跳起來了 真的是不錯 非常恭喜他 好那在接下來呢 週六的比賽呢 就是台北富邦勇士 跟新竹街口工程師的封關戰 賽季的最場地形賽 那要在和平關舉行 這場比賽呢 確實就擠進了蠻多的球 在工程師的那個 關動棋的 球員棋的後方 上方 這又有一排啊 都是紫色的 被他們包下來 還有各式各樣的 燈牌啦 這個海報啦 非常的氣勢不錯 那最後呢 工程師 如願拿下賽季第20勝 保住 確保了季後賽的所有主場優勢 108比99 成為聯盟例行賽 排名第一的球隊 而且呢也是 普拉斯利史上第一支 單季20勝的球隊 確實不簡單 想不到這個結局到最後 是工程師率先抵達重點 我真的覺得就是 啪啪啪啪啪啪 一堆人被打了 像你喔 是啪啪啪 我們講 你被抓上來之後 你會增長 所以就是基本上 一堆人就是在技術的時候 看到工程師 你只會把球給星巴馬 欸 拍謝 這場比賽星巴沒打 然後他們在沒有星巴的情況之下 用雙四連線也是打得不錯 然後再加上說 一整季下來 特別是在最近 有點像球技中末段的時候 我覺得工程師的狀況 調整的真的實在太好 而且so far到目前為止 例行賽打完 沒有一支球隊 我覺得有辦法去解決 所以我在轉播當中 也無數次的提到 現在打季後賽 工程師看起來就是 最有冠軍項的球隊 然後另外三支球隊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想要對好他 意思就是說 國王現在還在期待 看能不能升到第三名 先講到這個 可是工程師的 主場的戰績其實並沒有特別好 他們是客場 他們是客場 超小欸 他們今年這一季客場 是12勝300 對 是有史以來就是 客場打戰績最好的球 冠軍教練有解釋過 因為他們主場氣氛太好 連自己球員都會打得太high 會失控 我覺得冠軍教練很好 很可愛 就是他會把這個場外 拉拉隊啊 或者是說加油團啊 球迷的因素算進去 這場比賽 就是大家講的嘛 也是工程師本屆的 就是瘋王戰 也是兩隊最後一場比賽嘛 法師 上半場就帶頭放煙火慶祝了 31分 直接放煙火慶祝 哇太扯了太扯了 他的出手 不是很合理 你知道嗎 但是他就是會進 對 看他進了兩三球 就覺得好像這場頭 也蠻合理的 他就是會進 我總覺得他這場比賽 有點像Curry上升 因為他這也是one motion投出去的 然後就怎麼投怎麼進 三分線兩步外也進 然後我覺得說 只要給他一點點空間 他都可以投進的機會 就是 看他出手 就覺得那個籃框好像很近 而且我覺得 你說的感覺我懂 就是說 你感覺他就是運球就是 晃來晃去 然後出手感覺球好像也沒拿穩 對 就這樣甩出去了 對 就一直進 對 而且他的切入 他那一步要切進去 壓進那一下 你也不覺得也沒有特別快 也沒有特別有力 他就是切了進去 然後被一點對抗 就覺得說 好像運球不是那麼的穩 要倒了 然後還可以接後仰 對 要接後仰 莫名其妙 正欸 剛剛講到這個我就突然想到 上半場有一球 Sharker的時間已經要到了 法師還在中場附近 他想說時間到了 真的是亂拋 對 還很接近欄拋 差一點要進 差一點要進 對 足球來講就是on target 射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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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四出手進了12球 66.7%的命中 已得到28分 13個籃板 還有一個助攻 其實 烏斯這場比賽 三分球把握度超高 他只要有空檔 他沒進的其實都是 沒空檔的 可是只要有空檔 幾乎百分之百進球 他的把握度真的超高 而且他的那個上籃 那個finger roll 那個touch 其實非常的好 他真的是一個很high的一個球員 這個我們的小編 這個有觀察到賽前 這個勇士在主場放音樂的時候 那個 烏斯他以為他在他在唱那個 唱抖音你知道嗎 還對嘴 真的啊 對他一點是不是 對對對 對嘴 很開心 所以他你就覺得說 他是非常enjoy 他是非常放鬆在這個環境裡面 蠻好的啊 對啊我覺得這個法師跟巫師如果個性是這樣子的話 也難怪今年工程師會打這麼好 不過看起來現在應該是 工程師對上國王的機會 是比較高的 是蠻高的 那看起來呢 第一輪 勇士對上夢想家的機會 是比較高的 以目前來看的話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是在今年呢 這個工程師跟勇士的例行賽 其實打完了 工程師我們最近講了很多話題 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繼續回去 去看我們的IG 或是聽我們過去兩集的節目 其實就講了蠻多的 我們在勇士 我們講一下勇士好了 他覺得勇士今年跟去年有什麼不一樣 去年看起來就是一副就是 這個球技剛開打就覺得說 開打擊冠軍 對 但為什麼今年打起來 怎麼跟去年就差這麼多 衛冕軍欸 而且今年補槍又補得不錯 我先講一下我的想法是 我認為啦 因為今年隊伍增加 對 然後以去年 你覺得看起來 工程師就很不成熟 對然後 包括像是林航遠 就也都沒有辦法就是 真的找到一個可以跟勇士比的 你很明顯的就是 一個是好像在五樓 一個其他的球隊是在二樓三樓 就是很明顯的有差距 可是在今年賽季 包括國王的串起 就新的球隊戰力那麼強 然後包括工程師的成長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夢想家的整合 我覺得今年夢想家是整合非常的棒 所以為什麼講到年度最佳總教練 有時候會 會必須要把Julian教練 拿進來討論 我覺得今年夢想家也是整合得很好 所以你看這些球隊的強度提升了 富邦變不再那麼的遙不可及 就是說大家好像現在都在差不多的等級上面打球 再加上富邦今年有一些傷兵 對有一些狀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他會打得比較辛苦 我覺得勇士的狀況很有意思是 事實上他們這些老將的狀況比去年還好 對 對不對 所以說他們老將老一歲沒有啊 他狀況比去年好 曾文鼎 蔡文成還有林志堅都很能打 當然張東京的狀況稍微差一點點 可是你其他人的本土圈補上來講的話 其實事實上他們戰力跟去年已經沒有太大的懸出 我覺得可能還比去年更好 可是我覺得 你說這些老將狀況很好 反而真的就是勇士的隱憂 為什麼 因為他們狀況很好 顯示著中生代跟新生代狀況有多不好 就變成說是因為狀況好 所以他們換不下來 然後打的時間越多 然後變成是你中生代或新生代的球員 更沒有上場時間 然後更沒有上場時間到更關鍵的比賽 更打不到球 然後這個輪換陣容就會越來越僵化 我覺得就是像去年來講的話 我們所謂服務時候這三個人 其實打的時間還蠻長的 而且志堅都還是先發 所以其實他們擔的責任還蠻大的 而且在整個球季來講 在第一季來講的話 這三個球員打的 持球的比例比較高 可是這一季來講 因為志堅被徐總 排到定位在第六人 或是替補的狀況下 終生代這些球員 沒有辦法去補這個洞 所以就變成先發想 都算孟學啊 或者是其他人來講 他們沒有去把 沒有辦法去把 譜如說因為時間下降狀況下 去補上這個洞的狀況下 那勇士相對來講 整體的感覺就沒有像去年那麼好 我最後講一下我的觀察 我覺得勇士跟去年其實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當然 之前節目當中 徐晉晨的同學來講 有講過說 其實對於連霸的球隊 不論是要Repeat或3P球隊 其實最難的就是 球員有沒有辦法 維持在那個高檔的 競爭意識上 我就是很想要贏冠軍 因為Michael Jordan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他拿了五六的冠軍 但還是很想 但是一般的球員其實很難做得到 因為你不可能每樣比賽都往4D打 我就很想贏 當你拿冠軍之後就OK 那登頂其實不難 難的是維持在那個地方 好 那除了台北富邦勇士在這個賽季 想要衛免遭受到嚴格的考驗之外 球季結束了 其實有一些討論 其實也在網路上面發酵 那有一樣的事情 是我們在季初的時候 就一直在跟聯盟反互做確認的事情 那現在也獲得了一些 這個初步的資訊訊息 然後也提供給大家 就是說今年賽季拖的比較長 拖的比較長 那當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二方面是今年過年的時候修的比較久 然後後來呢 在二月底又碰到了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 所以就又修了大概兩個星期 兩個禮拜 三個星期這樣 那在下個賽季呢 賽程會想要派的比較密集點 而且呢開始會有這個平日的比賽 這一季平日的比賽就是這個禮拜五 那偶爾會有禮拜三跟禮拜二的比賽 可是下個賽季呢 其實有常規性的想要把它變成 周間開打 對啊因為其實平日比賽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效仿我們周邊的一些聯賽 比如說日本的聯賽跟韓國的聯賽 因為這兩個的聯賽基本上就是 就是隊伍也多 他們比賽時間也長 像我 像PUS1當然就是 十二月開打 然後打到現在要五六月 當然還有一些疫情的關係 那以日本來講他們是十月打 打到五月 他們其實他們的賽程滿有趣的是 前半段的時間呢 就還是維持週末的比賽打 但隨著球季開始進行到了 我們講下半季開始 他們就會固定的出現禮拜三的比賽 禮拜三五六日 那球季之前呢 就從十月開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到一月的時候呢 是每個月有一次的禮拜三的比賽日 然後一直到下半季 然後球季比較白熱化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賽程很密集的打完 然後接到季後賽 那以韓國來講呢 韓國是禮拜一到禮拜天每天都有比賽 但是一二三四呢 是各排一個對戰組合而已 那每天晚上就是一個對戰組合 那六日就黃金的時刻嘛 就是四個對戰組合 火力全開 火力全開 那這兩個聯賽呢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整個球季的最後一個比賽日 是所有球隊要一次亮相的 所以像以日本來講 他有22支球隊 他怕你要抓放啊 對 日本直籃有22支球隊 那所以呢 最後一個比賽日 就是十一個對戰組合 一到四甚至一到五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直在調整 有人不贊成嗎 可是我覺得你講的一個道理啊 就是對數的問題 這個純粹以PLUS LEAGUE六支球隊來講的話 我不認為擴展太快太多 就是應該是要先從五六日先開始 然後禮拜二禮拜三 這其中選一天 就可能三五六日或二五六日 沒錯現在的狀況下 現在目前初步的想法 先透露給大家 但還沒有定案 就目前就在討論 可能會這樣子 可能會這樣子的方式 跟球隊去討論看看 就是四五六日 禮拜四一個對戰組合 禮拜五呢 maybe是上一個對戰組合 禮拜六呢 上兩個對戰組合 但禮拜天只上一個對戰組合 我以為你要說禮拜天上三個 就是主場要打back to back 對 就變成禮拜天的最後一場不打 因為禮拜天的第二場比賽 就是晚上五點嘛 很多禮拜天的family day 跟家人吃飯或幹嘛的 都是禮拜天晚上 所以大家禮拜天進場的意願 就完場是比較低的 NBA其實也是啊 美國其實都是 禮拜天會比較少 禮拜天會比較少 禮拜天的球賽法比較少 然後都是下午的 晚上基本上沒有比賽 美國的禮拜天只有一個比賽 晚上就是 Sunday Night Baseball ESPN的大聯盟 就全美國就一場比賽 因為他們覺得打棒球 是隔家歡樂的運動 對對對 所以就是看見一樣 看見一樣 去那邊吃吃喝喝 對對對對對 所以 按照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如果是四五六日開打的話 現在想要把 四跟六 配成一組 嗯 然後呢 五跟日 配成一組 這樣就不會back to back 而且可以解決一個問題是 在本季打主場的球隊比較衰 因為他要準備兩場比賽 要兩個對戰組 所以要親手兩隊 打客隊為什麼今天有些客隊戰球 是因為他只要準備一 請說一隊啊 而且一個禮拜就哪一隊 我這個禮拜就專練你 對 所以很多 好多教練都這樣講啊 說我們這禮拜 我們這禮拜準備 其實他說我們就是 我們為了這樣比賽 已經準備了一週了 對 我就知道 而且這樣搞不好 就是這樣比賽是移動 就可能禮拜 真的就有禮拜四打完 然後要移動到 禮拜五移動日 然後禮拜 然後再去打禮拜天的比賽 其實這個也就是 球迷普遍的回應 就是說因為一到五的比賽 真的打得比較少 其實職業籃球的話 也可以嘗試看看一到五的比賽 所以接下來可能四五六日 然後將我一個白球 我覺得肌肉賽應該就是個嘗試 對不對 因為肌肉賽基本上 我們現在就是啪啪啪啪 就開始打 我覺得就可以來觀察 然後下一期第三季 就可以來做調整 好那我們在這一集的回顧 到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那馬上呢 可能開打啊 肌肉賽的時間是在六月初 那會花兩週 打完第一週的比賽 會花兩週呢 打完第二輪的比賽 那我們也會把我們看到的聽到的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 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Tony 我是翔正雷 請大家持續追蹤鎖定 並且訂閱分享我們的節目 球場第一排 拜拜